大家好 最近在Github上非常火的ChatTits 有很多整合包 然后呢我试用了四款 今天向大家推荐其中最好用的一款 就是由嘟嘟最新整合的这个ChatTits增强版 推荐理由如下一音质增强 新增加降噪功能 二支持批量文本处理和长文本处理啊 可就是自定义切割那个长度 三支持导出srt文件 就是四支持调节语速停顿 然后笑声 然后口语等参数 五修复朗读数字 问题六 支持储存音色 然后我将为大家一一演示这些功能 就喜欢这款工具的朋友 请在评论区打ChatTits 啊这咕咕出现地址 那我们先来演示音质增强降噪的功能吧 生成语音后拉到最下方 那勾选这两个选项 再点击生成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AI课堂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AI课堂 怎么样是不是就很牛逼是吧 我们再来演示这个长文本处理和自动切割 我用ChatGP写了1000多字的文本 把它粘贴进来 勾选启用文本切分最大字符数50 再勾选合成整段音频 如果文本里有数字 就是勾选数字转换点击生成 我们看到的话 它自动切分了15段 生成后试听一下效果 一个名叫网络的小村庄里的小伙子 村庄里的生活与秘密不可分割 他们的日常锁饰 满意的话打开输出文件夹打开segment 合并的文件夹里是合并后的长音频 切片的文件夹里是50个字符的短音频 是不是又牛逼了一下 接下来演示批量处理和导处SRT 勾选批量处理 再勾选SRT上传文本 点击生成 打开输出文件夹 我们看到自动生成了四个文件夹 对应的文件夹里有生成的音频和SRT 这个功能是不是又牛逼了一下 关于语速停顿笑声口语化等参数 上期视频已经讲过了 想了解的朋友可以看上期视频 今天就不做演示了 接下来演示修复读数字的八个 我们先听一下直接生成的效果 2024年了 我还是买不起4090 遇到这种情况 只需在数字中间敲一个空格就可以 2024年了 我还是买不起4090 这个就不说牛逼了 必须低调一下 再来演示如何储存音色 点击自己一个音色 遇到自己喜欢的声音 千万不要放过 四川美食确实就是以辣文明 我不喜欢这个声音 就只是演示一下 就在这里为音色起一个名字 然后点击保存音色配置 然后再点击刷新配置列表 就是说对个我们看到列表里 出现了这个音色的名称 想使用它 然后就点击应用配置 我们看到音频种子 这里出现了这个音色的密码 输入文本 然后直接生成就OK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希望高台贵收点赞支持我呀 닿哥 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